婆婆嫌我不生二胎 凑不出个好字 我讥讽她活在救世会 想生自己生 没想到她真怀孕了 公共高兴坏了 邀请亲戚来喝满月酒 可下一秒 她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孩子的生父找上门了 现在国家都建议开放二胎 你们也该抓紧再要个孩子了 我坐在沙发上哄着女儿洋洋 婆婆一屁股坐在对面 把手机屏幕对在我眼前 新闻报道 我国生育率严重下跌 需要年轻人为此做贡献 人家隔壁老李太太都俩孙子了 你这肚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她自己叨咕叨咕的 越说语气越差 又说女孩不能养老 哪有大孙子好 我双手捂住洋洋的耳朵 美好气的白了她一眼 你这么喜欢大孙子 那就自己再生一个呗 反正你和我爸都年轻 努努力 梦想总归会实现的 婆婆憋憋嘴 扭头走了 自从我出月子之后 她就三天两头的在我耳边叨叨 想要个大孙子 嫌弃她是女孩子 不能传宗接代 我和老公的意见都是不要二胎 想把所有的爱和金钱都倾注到女儿身上 这辈子 有她一个就够了 为此我们和婆婆总是吵架 这不 到了晚上 她坐在我们面前 巴拉巴拉的又说个没完 杨潇听烦了 问她是不是闲言吃多了 婆婆一问的抬头 要不然怎么给你闲成这样了 她啪哒把筷子摔到桌上 立声问她什么意思 是不是有了媳妇忘了娘 整天和她作对 妈 盈盈的身体才刚恢复 你就这么催着她生二胎 咱家是有什么贵族基因必须继承吗 就非得有个儿子才能罢休吗 本来工作了一天就烦 婆婆的冷言冷语 彻底点燃了阳霄的情绪 让她妈赶紧吃饭 吃完回屋躺着去 婆婆也不乐意了 大骂她不孝顺 自己的心脏病都要气饭了 让我明天陪她去医院 第二天大清早 我抱着孩子 顶着黑眼圈陪她去医院 又是采血又是化验的 折腾够呛 医生面色凝重 眼睛落在婆婆身上 你知道自己怀孕了吗 什么 婆婆怀孕了 我嘴巴几乎可以塞下个鸡蛋 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反观婆婆 她开心极了 医生瞧了我一眼 神色古怪 估计也是觉得离谱 劝她不要留下这个孩子 毕竟年纪大了 身体素质跟不上 很有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 婆婆眉头紧簇 拍桌而起 狗屁用衣 居然还要让我放弃自己的儿子 开什么玩笑 这孩子 就算是豁出老命 我也要把他生下来 大夫紧闭双唇臭着脸 眼看着婆婆还要吵 我连声道歉后 拉着她就出了门 阿尔阿尔 婆婆怀孕 那可是我们家头等大事 当晚老公就联系了乡下的公公 我们一家四口围在桌前 讨论孩子的去留 公婆觉得老来得子不容易 有了就是缘分 我和老公一致认为 这孩子不能留 你们不能这么自私 剥夺我做母亲的权利 婆婆愤怒的直发颤 吓得公公马上护住她的肚子 还没等我开口 老公就说气愤的说道 究竟是谁自私 这孩子到底是给谁生的 有一天你们撒手人还了 将来不就得是我俩养货吗 婆婆咧开嘴嚎 说老公咒诅她 这老太太简直蛮不讲理 我强压下脾气 好声劝她 你现在属于高龄产妇 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本来生孩子就很伤身体 婆婆疼的一下站起来 生意异常见利 说我们就是担心 未来宝宝会抢家产 才会这么狠心对她 见她不听劝 老公也急了 拉着我就回到卧室 把门反锁 彻底不理她俩 公婆是二婚 平时公公把她当个宝贝似的 几乎是说一不二 老公和她自小就不对付 两个人经常伴嘴 现在她这么大岁数怀孕了 将来的孩子是必要分家产的 我们肯定不会同意 没过多久 公公敲门要进来 她手足无措地站在对面 支架死死地扣着手 犹豫了很久才开口 说农村环境不好 想要让婆婆继续留在这里 让我们平时担待着点 老公直接拒绝 表示我们平时没有那么多精力 公公有黑的脸上不满汗水 声音的切切的 儿啊 这孩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爸知道你们痒痒痒也不容易 正好手里还有点钱 先拿去花 话都说到这地步了 老公有些烦躁地抓脑袋 婆婆只想着留这个孩子 而公公平时对她言听计从 自然不会有什么意义 这个孩子 刘是板上钉钉的了 只是没想到才第二天 婆婆就又起了幺蛾子 她破天荒地做了一大桌子菜 韭菜炒鸡蛋 韭菜炒肉 甚至还有韭菜馅饺子 她明知我不吃韭菜 老公望着满桌的绿色 脸色也很难看 婆婆见我迟迟不动筷子 把饭碗摔得乒乓想 吃点韭菜怎么了 这多好的东西 吃点又不会死 挣不了多少钱 人倒是挺娇气 说完就愤怒回房 老公把韭菜都摆在了她门前 和我订了外卖烤肉吃 既然她那么愿意安排别人 那我也不能落得下风 当晚老公加班 我以赔礼道歉为由 带着她吃麻辣火锅 全然装作不知道她有胃炎 不能吃辣的事 我夹着红彤彤的蔬菜 放她碗里 妈 你不是胃寒吗 多吃点辣椒和花椒 对身体可好了 她面色如土 眼神看起来能吃人 硬着头皮吃了几口 捂着肚子半躺在沙发上 至此之后 她再也不敢说 我不吃韭菜了 可每天依旧是花样找茶 吵得我心情烦躁 在她第五次摩羁 沙发上有灰石 我把扫帚摔在地上 满脸不耐得道 我不伺候了 你爱哪哪去吧 三三晚上老公回来 婆婆立刻跑去告状 说我在家虐待她 故意把屋子弄得都是灰 就是让她不舒服 老公烦得不行 想找个保姆 这样也能减轻我的生活负担 找保姆干什么 你有钱烧的吗 婆婆插着腰 满脸不悦 见我根本就不理她 突然眼睛一转 像是想到了什么 说隔壁单元老王头的媳妇 在家待夜 一直想找个保姆 正好我们两家离得近 上下班也方便 我举双手赞成 很快王沈就来了 她手脚麻利 干活也老是本分 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她 刚开始知道婆婆怀孕后 她脸上也闪过一丝惊讶 可也没多问 每天给她做着孕妇餐 任劳任怨的 倒是婆婆 那么难伺候的一个人 也总是面带微笑的着看她 可能她就不喜欢我吧 这几天晚上老王大爷总来接她 每次穿的衣服都不一样 老头衫干净利落 西装酷比挺有型 整个人看起来利落讲究 气质绝非是普通老头可以比拟的 婆婆和她聊得很开心 我凑到旁边听才知道 原来这两个人是一个秧歌队的 婆婆吐槽公公 说她就知道埋头苦干 面朝黄土被朝天 一点都不懂得享受人生 还夸王沈有福气 找了个这么帅气的老公 王沈连涌上红韵 害羞的低头 此时我看向婆婆 只见她和王叔对视 两人的眼里就像有钩子似的 忍不住让人浮想连篇 他们不会 这个念头才刚冒出来 我就被自己吓了一跳 紧忙摇头甩去内心肮脏的想法 不可能的 见我死死盯着他俩看 王叔不自在地咳嗽 收起视线 和王沈回了家 这几天公司要求出设计文稿 我每天晚上都要带着笔记本回来加班 早上走得匆忙 就把电脑落在了家里 被经理劈头盖脸一顿骂 好不容易赶到楼下 看着纹丝不动的电梯 心里满是绝望 究竟是谁家放水把电梯泡了啊 没办法 只能走楼梯了 我穿着运动鞋 一步一顿地爬着 再不到家 怕是要提前见太奶了 好不容易到了15楼 气喘吁吁地靠在墙边 就隐约听见男人说话的声音 好像是什么离婚 怀孕之类的 人类的本质就是吃瓜 我火速把手机静音 轻手轻脚地上楼 好奇地探出头 朝着楼上的方向看 一对情侣抱在一起 我看不见他们的脸 但是从皮鞋和女人的装扮来看 他俩也得有把年纪了 都怪你 我这么大岁数怀孕 可辛苦着呢 我心中一惊 差点没从楼梯上掉下去 这女人的声音我太熟悉了 不就是每天各种找茬的婆婆吗 他说怪眼前的男人 怀孕太辛苦 那他对面的男人 又是谁 保你再忍忍 等我和那个黄脸婆离婚 就娶你回家 十万彩礼 必定让你风风光光地进门 离婚 彩礼 婆婆还怀着公共的孩子 她怎么可能离婚呢 只见婆婆娇声嗡了一声 说了句讨厌 到时候我就把那老头的财产 分走大部分 咱俩和和美美地过日子 随后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他们好像要下楼 我转身匆忙跑到单元门口 轻声开门后留了条缝隙 小心地看着外面的情况 过了很久 也没有人出来 反倒是有防盗门关上的声音 我怎么也想不通 顿时灵光一闪 扶置心灵 打开了客厅的监控 当年杨杨出生时 我总是担心她磕胖 于是按了监控 没想到现在她还真派上用场了 我打开手机 画面赫然出现眼前 忍不住吓了一大跳 他们竟然这么大胆 四四 我走到家门口 哼着小曲敲门 视频上显示 男人被婆婆塞到卫生间里 她又整理了下沙发 手忙脚乱地为我开门 我静止朝着卫生间走去 等等 婆婆站在我身后 哽着脖子 说屋里有耗子 让我赶紧去抓 一会帮你抓 我先去个厕所 见我不理她 她心里一急 从背后抓住我的衣角 眼神中透露出慌张 我玩味地开口 怎么 你拉着我干嘛 难不成这卫生间不能进去 屋里明明不热 可我能清楚地看见 汗水从她脸上流下来 逗她可太有意思了 要我说她也是大胆 居然敢把王叔带回来 不过话说回来 王沈呢 她怎么不在 婆婆说她去乡下了 明天才会回来 难怪王叔和婆婆 能光明正大的在家偷情 原来如此 毕竟我要回去上班 没有时间看他们的热闹 拿起笔记本后 在婆婆的注视下出了门 我再怎么也没想到 婆婆怀的居然是隔壁老王的孩子 可怜了公公 还拿着婆婆像个宝贝似的 在我的观察下 才发现王叔和婆婆的约会频率 他俩每一三五七就会约会 地点各不相同 什么楼道 旅店 甚至是央歌队 两人都眉飞色舞的 互相给对方抛媚眼 那暗戳戳的样子 让人忍不住掉鸡皮疙瘩 我跟着他们身后拍了几张照片 上船到云端网盘里留作备用 婆婆什么为人我清楚 如果真有一天 他要拿着肚子的孩子威胁我们 我和老公也有证据 毫不留情的反击 这天公公过来 拿着农村献杀的鸡压大鹅 满满灯灯的塞了一冰柜 说是留着给婆婆补身子用 晚上吃完饭 大家聚在一起 婆婆挺着运度 清了清嗓子 拿出了张手写的单子 让我和老公分出套房产 将来给孩子作为保障 老公一听就急了 大声质问她是什么意思 你们两套房子 分给小宝一套怎么了 不是我说你 都要当哥哥的人了 还这么自私 婆婆用手肘对公公 她尴尬地看着我们 最后脑袋一滴 也不吭声 通常这种情况下 她都是站在婆婆这边的 在家里也没什么地位 所以她的意见就是没有意见 你在外面偷人乱勾搭 也就算了 现在想惦记我们的东西 开什么玩笑 我安抚生气的老公 不急不许地开口 这房子每年有三万多的租金 你既然要我们把它过户给孩子 那还不如掏钱买了 总不能又想要房子 又不想掏钱吧 婆婆不屑地笑了 骄傲地挺着肚子 我这可是儿子 不留套房子 将来怎么娶媳妇 我和老公结婚的时候 她口口声声说 想娶媳妇就要自己挣钱 现在倒是为私生子打算了 她话风一转 翘着二郎腿 悠然自得地说道 对了 我记得你当年的彩礼是十万吧 你们拿五万块钱出来 给我做育儿基金 育儿基金 这钱是我留着给杨阳上学用的 谁都不可以动 上学 那要是她没了呢 无 我恨意不加掩饰 一个箭步冲过去 抓着她的衣领 红着眼就要抬手 你要是敢打洋洋的主意 做鬼我都不会放过你 老公从背后抱住我 公公帮着婆婆顺气 这么久以来 我从未和她真正动过手 可就在刚才 我甚至有想把她和孩子一起做掉的冲动 她居然敢打洋洋的主意 既然你威胁我 那也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隔天下楼买菜 大爷大妈们围坐在亭子中央 我走过去热情的和大妈们打招呼 哎姑娘 我看你婆婆怎么挺着个大肚子啊 她难不成 我低下头 一脸无奈的点头 表情写满了真挚 是啊 平时公公也不在 怎么才回乡下一次 就有了孩子呢 我们每天换着花样做吃的 可她还是不满意 我苦笑了一下 无意间露出胳膊 上面是用眼影画出来的伤痕 大妈们纷纷骂着 说婆婆怎么如此不是人 恰好这时公司电话打进来 我装作婆婆催我 匆忙挂断后和她们告别 身后传来大妈们议论的声音 老公不在身边 年过五十怀孕 怎么听都是非常炸裂的程度 我上楼 刚进门就看见忙碌的王沈 她以为自己有个好差事 工资高 还不累 实际上是照顾老公的小三 和她未出事的私生子 一股强大的悲哀感席卷了我 整理好心情 我走过去帮忙 无意间和王沈聊起杨哥队的事情 说是有个老头 每天穿得干净利索 板板正正的 在那和情人优惠 看样子很像王叔 他手中的动作一顿 憨厚地笑着不可能 转身去找食物 扶着冰箱的手却在微微颤抖 我轻叹一声 回到卧室 静静等待着老公回来 脑内盘算着计划 婆婆要防药钱的原因很简单 这孩子毕竟不是公共亲生的 真有一天被发现了 钱和房子都有了 孩子也不算亏 算盘珠子都崩到我脸上了 既然这样 那我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我郑重其事的清理嗓子 婆婆问我做什么妖 妈 我和老公商量过了 决定把那套房子分给孩子 再拿出三万 作为你后期的养育基金使用 一听到这话 她眼睛顿时闪烁出金光 仰靠在凳子上 心满意足的巴基嘴 老公的拳头在桌下紧紧握着 我梗处的清金清晰可见 本来她不同意的 可当我把杨阳身上的亲子痕迹给她看时 她才彻底松口 她不理解 为什么婆婆要和自己的亲孙女计较 因为她怕孩子出生 咱们把钱都过寄给杨阳 所以她才会威胁我 以至于今天下次重手 我心如刀割的看着女儿 恨不得现在就把她的丑事曝光于众 老公心疼的说我们娘俩受苦了 等到婆婆生产完 就把她送回去 我望向熟睡的杨阳 心中暗自做了个决定 第二天下午婆婆溜弯回来 我热情满面的和她打招呼 她本来不屑一顾 可看到我身后的人时 吓得正在原地 她 她们怎么来了 六六 您平时不是无聊吗 我就想着让他们老俩口过来 你们聊聊天也开心 我拉着她坐在餐桌旁 公公招呼着她俩吃饭 自己筷子忙个不停 疯狂给婆婆夹菜 很快就叠起了一座小山 王叔脸色不是很好 低着头 一声不吭地赤着 杨阳在沙发上玩手机 短视频的声音不合时宜地响起 男人喜得贵子 没想到竟然不是自己轻生 婆婆手一抖 勺子掉在桌上 我帮她捡起来 虚伪地开口 哎呀 妈 这么大的人了 还如此不小心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被刚才的新闻吓到了呢 王叔抬头看向我 眼中的寒意深不见底 我装作天真的问她怎么了 她摇摇头 我自顾自地嘀咕 哎 要我说也真是的 这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非得搞什么婚外情 公共点头 也说自己不理解 在我们村子 这种女人 对被戳几两股忧 啪 婆婆摔筷子 说了句 吃饱就回屋了 王叔和王沈也向我们告别 没过多久 手机嗡嗡震动 婆婆发微信 让我去她房间 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这肚子就是老杨家的孩子 还容不得别人来污蔑我 我一问的开口道 妈 你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听不懂 无论她再如何发疯 我都是三个字 听不懂 她气急 拿着个鸡爪子手指着我 你听不懂是吧 行 那我今天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看你从今往后还敢不敢惹我 只见她快步向着我走来 紧握住我的胳膊 那力度极其大 根本挣脱不开 咣当一声摔在地 鲜血随着双腿中间缓缓流下 她面露微笑地看着我 就像是地狱来的恶鬼 下一秒满脸的惊慌失措 声音高亢灵力 救命啊 剑红了 我要生了 公公几乎是跑着进来的 马上打了急救电话 七手八脚地把她抬上车 救护车上 她泪眼婆娑地抓着公公的手 说是如果真的有生命危险 记得保小 不用保大 我知道 盈盈很不满意这个孩子的到来 所以这次才会失手推了我 公公错愕地转头看我 原来她是给我玩这么一出 想利用这个孩子 反将我一军 她现在已经到了临盆的日子 早晚都会生 借着这次机会 正好可以堵住我的嘴 公公心疼地抱着她 说会告诉杨潇这件事情 话外音就是 会让老公来解决 我摸了摸衬衫口袋里的手机 看着正在录像这四个字 安安放下心来 多亏我提前留了一手 要不然就真解释不清了 很快到了医院 剖腹产很顺利 没过多久就生完了 公公取名叫天赐 我冷笑 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个好大儿 能不是天赐吗 病房里 婆婆泪眼朦胧的 盈盈 纵使你再不喜欢这个孩子 也不能对我下这么重的手啊 我双手环抱 看着她表演 老公马上否认 表示不可能 结婚这么多年 她很清楚我的人品 那难不成 还是我冤枉你老婆了 我撇撇嘴站起身 不慌不忙地找出手机视频 在她的注视下 缓缓地打开画面 是不是冤枉 看看视频就知道了 七七 她心急 想要坐起来抢手机 可刚生完孩子 哪来的力气 只能面目猙獰地 看着我播放视频 内容记录得很完整 从她破防开始 到公共推门而入后结束 她无处抵赖 老公愤怒地质问她 为什么要冤枉我 我就是看她不顺眼 凭什么在饭桌上阴养我 我生孩子还生出错来了 狗屁大学生 书都白读了 我点点头 大学生确实太有素质了 就应该拽着头发 狠狠地打她一顿才行 公共长叹口气 尴尬和我道歉 说自己考虑不周 我装作听不见 这次闹剧过后 老公和婆婆的关系降到冰点 所有花校也都是公共承担 只要婆婆有任何想要钱的想法 都会直接被我兑回去 坐月子期间 婆婆今天想吃龙虾 后天想吃鲍鱼 我一日三餐泡面 她怒目圆睁 把面条摔到一边 你竟然让我吃这种东西 我坐月子的时候 她总是说方便面有营养 自己却在对面啃着猪蹄 怎么 轮到她身上就不行了 你 你也不怕将来羊羊也会这么对你 想用孩子来压我 也不看自己几斤几两 做梦 她被我对得没话说 最后只好请来公共帮忙 公共每天像个陀螺 忙得走路都出了残影 婆婆还是挑三拣四的 看哪里都不对 我故意打开电视上的育儿节目 上面说可以资助三岁左右的孩子出国进修 提前享受高档教育 将来为国家做贡献 我游说公共 她一听可以不用务农 将来可以出国 整个人开心不得了 反观是婆婆慌了手脚 老公把我拉到一边 不明所以的看着我 问我是不是被她妈摧残傻了 居然能想到送三岁的孩子出国 我羞有成竹地拍着她的手背 让她相信我 马上就是满月酒了 就等着瞧好吧 爸 为了这次满月宴 公共提前订场地 又给孩子买的金锁 甚至还租了个西装 她越开心 我越觉得可悲 婆婆抱着孩子 满面风光地游走在人群中央 这次老来得子 事件大喜事 公婆他们还邀请了老家的亲戚 和小区里的那些邻居 甚至还找了二人转演员 用来活跃气氛 舞龙舞狮的 好不热闹 我和老公拿着酒杯穿行 离老远就看到了王叔 王叔还是那副装扮 脸上却没有那份云淡风轻的从容 满脸焦急地在场内寻找着什么 我拿着麦克风 趁机拉着婆婆上台 生怕她看不到她 先是让主持人说出我和老公分房产 又说将来会带着孩子出国 所有钱都有我来出 培养她成为国家的栋梁之财 台下的鼓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只见有道黑影灵活地窜到台上 历生抓着婆婆的身子 问她是不是真的要把孩子送走 公共傻着眼站在一旁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是我的儿子 没有我的同意 我看谁敢让她出国 她的声音都被麦克风收录进去 一时激起千层浪 老公伸出手 拦住了他俩的去路 那天晚上我给她看了洋洋挨打的视频后 又放出了他俩私会的视频 婆婆自以为聪明 把我们蒙在鼓里 当晚我俩就决定 一同要让他们好看 才会演了这么一出戏 电子大屏实时替换掉孩子的照片 换上了他俩偷情的视频和殴打洋洋的视频 天啊 他们居然做这种事 老不丢人的 简直给我们秧歌队蒙修 公公愣在原地 抬手就是一拳 砸在王叔身上 婆婆紧忙扑过去 抱着孩子护着她 都这种时候了 她还在想着拼头 我拿起手中的麦克风 声泪俱下地说道 自从婆婆怀孕以来 就对我们百般刁难 没想到她居然敢带着人来到家里 还要我和老公的房子和存款 不给就打我们的女儿 我伤心地摇摇欲坠 几乎要倒下 老公扶住我 我实在不忍心看着公公和王婶蒙骗在鼓里 婆婆撕心裂肺地尖叫 抱着孩子就冲我跑过来 我身子一闪 她扑了个空 重重摔倒在地上 孩子也跟着哇哇哭 人群中突然有个声音传出来 像是恍然大雾那般 那老王太太伺候的 一直是她婆婆了 让自己媳妇伺候小三 老王可真能耐 声音不大不小 整个屋子的人都能听得清楚 我印象中的公公一直都是老实本分的 从来没见过她发过火 只见她暴跳如雷 一巴掌扇在婆婆脸上 在我们震惊的目光中 捂着心脏 直挺挺地晕了过去 八九 这场满月酒 变成了家庭丑事揭露宴 好在抢救的及时 公共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我和老公在病房里 看着角落 婆婆和王叔 只觉得辣眼镜 什么分房子 给钱 出国 都是我用来安抚他们的鬼话 只是引蛇出洞地把戏罢了 婆婆眼中冒着怒火 质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对她 同是女人 一定要赶尽杀绝吗 你说我不能生的时候 趁着我打羊羊的时候 怎么不说都是女人呢 我冷眼看着她 现在说这些 未免也太晚了吧 既然已经被拆穿 婆婆所幸也不装了 和王叔食指交握地站在病床前 说要离婚 两个人和和美美地过日子 公共醒来的时候 看见的就是这幅光景 浑浊得双眼紧闭 歪着头不愿意再看他们一眼 老公让她净身出户 不得分割一分财产 老娘说话 哪有你反驳的份 我嫁给你爸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还有苦劳 你凭什么要求我 她站在公共面前 声音透出从没有过的严肃 凭我是她亲儿子 凭你出轨劈腿 还生下了孩子 我俩共同把他们推出了门外 隔了两天 又找到了王沈 她双手放在腿上 眼中的怯弱不在 竟是坦然 那天我透露出这个消息之后 她在第二天找到我 询问我该怎么办 我让她散播消息 再带着王叔去满月眼 目的只有一个 大闹宴会 让他们丢脸 她来告诉我 说是王叔已经和她离婚了 要花几万彩礼钱来娶婆婆 问我今后打算怎么办 兵来降党 水来土掩 证据准备得很充分 很快我们三人一同来到法院 王叔还推着婴儿车 孩子太小 实在没人能照顾 工作人员满脸微笑地走过来 说可以帮忙照顾孩子 哎呦 您孙子真可爱呀 王叔不悦地瞪她一眼 瞎说什么呢 那个是我儿子 工作人员愣了愣 手足无措地站在旁边 想到以后上幼儿园 她要一次次地和同学解释 她是我爸 不是我爷 我就忍不住发笑 真是替那个孩子担忧 法官让双方拿出证据 婆婆有些慌乱 但是还是说有证据证明 是感情破裂 公共在对面默默地拿出转账记录 摄像头视频 以及亲子鉴定的DNA 这下子轮到婆婆没话说了 只能大眼瞪小眼地看着她 嘴巴咕嚨咕嚨的 如果眼睛能杀人 想必公共早就死了几百次 判决结果毫无疑问 婆婆不仅一分钱没唠叨 而且还要赔偿公共的精神损失费 她声音陡然拔高 说法官误判 又指着公共 从头骂到尾 老公刚想上前 公共拦住她 老师木讷的脸上出现了一丝松动 你骂完了吗 婆婆眨了眨眼 问骂完又怎么样 有了这个孩子 我很开心 咱们已经离婚了 但是如果让我重新选择 还是会风风光光地娶你 婆婆表情复杂地看着她 公共拉着我们的手 脚步缓慢 但又坚定地走出了大厅 只剩下他们二人 带这个孩子 傻站在原地 九 十 自从那天离婚后 老公怕公共抑郁 就变卖掉了老家的房子 把她接到城里 住在我家对面 我也托关系 为王沈找了个家政的工作 我和老公也把关于婆婆的东西 全扔了出去 偶尔带着她旅游散心 刻意避开不提曾经的那些事情 不想勾起她的伤心事 只是没想到 婆婆居然能再次找上门来 她灰头土脸地抱着孩子 身体像八爪鱼那样 紧紧地抱着我 怎么也挣脱不开 我们在外面对峙了很久 直到公共六安回来 她像是遇到了救星 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着自己的遭遇 我和老公冷眼旁观 那个千杀的狗东西 她每次喝多了 就对我非打即骂 前段时间还和别的老太太没来眼去的 甚至白天就带人回来 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 她哭天抹泪的 声音哀嚎不止 怀中的小孩子黑瘦黑瘦的 可想而知 跟着她遭了多少罪 我拿出洋洋平时喝的牛奶 勉强让孩子填饱了肚子 婆婆跌跌撞撞地走过去 紧紧地抓着公共的手 说是求她看在过去的份上 收留他们母子 未来肯定好好过日子 再也不作妖了 我和老公对视一眼 更想听听公共的意见 她抬头 目光遥遥相撞时 眼中满是果敢与决断 公共掏出手机 给她扫了几千 让她先生活 从此往后不用再找过来了 老杨 我真的知道错了 以后也不会在外面乱搞了 你就原谅我好不好 未来也算有个孩子给你养老 一听到孩子 公共疼得站起身 孩子 你还敢提孩子 你之前想要小消的房子 不就是想给这孩子留条退路 再不滚这几千块钱都没有 给我滚 滚 公共喘着粗气坐在凳子上 老公拿着扫把就把他们赶了出去 我在心里暗自鼓掌 这么多年了 公共终于厉害了一次 终于能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了 这件事情过后 公共像是换了个人 他不再郁郁寡欢 每天乐呵呵的和附近邻居打招呼 前几日还参加了个老年联谊会 说是认识了个新老伴 两个人相互有个依靠 我和老公也很开心 过了段时间 我带着羊羊出门 远远的就看见个老郁 领着个两三岁的孩子 在垃圾桶里抓着吃的 老郁手中的动作不停 在垃圾桶里找到跟一半的烤肠 狼吞虎咽的吃着 剩下几口 塞到了孩子的手里 我询问羊羊 可不可以把他的小蛋糕 给面前的小男孩吃 他点点头 乖巧的同意 我掏出个面包 放在了不远处的肠椅上 又带着羊羊和他们拉开了距离 婆婆眼睛扫视着 小心翼翼地拿起面包 飞快地放入怀中 和小男孩一人一口地分着 羊羊有些害怕 但还是壮着胆子问我 妈妈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奶奶 小孩子虽然没有完整的观念体系 可有的时候还是瞒不住他们 他眼睛亮晶晶的 问我 他们为什么要在垃圾堆里找吃的呢 因为 我炖了炖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老公拿着超市的购物袋 远远地站在对面向我们招手 羊羊跑过去 跳到了他的怀里 两人咯咯地笑 我想 大概因为他身在福中不知福 非要作妖吧 并咯地笑